参演部队快速机动至演讯地域 分区域 分方向 错峰 错时开展时兵时代演变 在战区的统一指挥下 各参演兵力按照作战编组 体系出击 协同作战 筹划组织 边境风控等实战化演变 同时 多个火力打击群快速进入预设阵地 对临机指示目标进行分批次 多方向 火力精确打击 由轮式不战车组成的装甲突击分队 在精准情报信息引导下 快速向预设阵地机动 扫雷排爆分队 训提前出排爆 道路障碍清除后 装甲突击分队迅速占领阵地 同步发射烟雾弹 掩护步兵分队 对临机指示目标实施打击 车在速射火炮和迫击炮等各型火器交替发挥火力 分批次多方向对隐藏在山岳丛林中的火力点实施精准打击 演习中 我方利用炮位侦测雷达 精确获取目标方位信息 自动分发至炮兵群火力终端 引导车在榴弹炮分队对目标实施猛烈火力压制 全联注意 预备 放 多枚炮弹呼啸而出 呼向目标阵地 经过多轮火力打击 精准摧毁目标 据现场指挥员介绍 此次实战化演训预设多种情况 实兵实装拉动 远程快速机动 多天连贯实施 重点检验部队快速机动 火力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 展现了解放军坚决据捍卫国家主权 边境稳定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意志 胜战能力